今天知点小编带大家看看美国政界的盗窃DNA 美国政客喜欢偷骗鬼片 不是小编老屈他们 而是前CIA局长美国前国务卿亲口加持 但近期一个新锐智库的东亚专家 成功刷新了美国政界的道德下限 话说美国拜登政府近期宣布 对中国的电动车喪征关税 引发世界范围对美国闭关锁国的锐智质疑 在一个致富的活动上 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代理主任Jack Verner 说 美国的电动车产业远远落后中国 他强调要找一个方法去确保美国的车企有竞争力 不可以只是给那班美国的厂商 躲在关税壁垒后面 之后他这样说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 带中国的商业 在美国的电动车争力 然后我们应该拆了他们的电动 然后我们应该拆了他们的电动 我们应该拆了他们的电动 说完之后 他大概就觉得自己说了一句 好鬼爆的说话 所以他望下左又望下右 让大家跟他鼓掌 但是都没有 然后他又加多一句 I am completely in favor of that 小编只能够说 人才 真是人才 这位智郎先生 真是偷骗拐骗界的人才 为什么这种人才 大面积聚集在美国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偷都可以说得这么公开讨论 这样的国家 哪有可能不成功 就算不成功 不要紧 都可以去偷去抢 何受不成功 由Jack Verner 的伟大建议 我们看到 美国人 连直接面对中国汽车的勇气都没有 市场都不敢对中国开放 如果开放 大家小心 可能就像Jack Verner 这样说 是准备偷中国的IP 不过这位仁兄 大概没有搞清一个事实 就算被你美国偷鬼杀中国车企的技术 你的产业链 你的原料成本 都没可能低得过中国 同样的技术 美国制造的成本 就是没有任何优势 美国制造已经沦为落后产能的代名词 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 之前就明抢TikTok 这次就暗偷电动车IP 美国一直很重视专利 但当他没有这些专利的时候 专利就不是那么紧要 可以去偷人家 美国人这么坦诚 不再遮遮掩掩 你说是否很值得尊敬呢 美国你变了 不再扮世界警察了 而是本色演出 做个世界大责 请不吝点赞来 咱们 别忘了 请不吝点赞来 咱们 有点赞 咱们 咱们 在 到 炸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